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表扬内科企业建设 响应市政府推动内科绿运输ESG推广计划 在内湖瑞光路316项捐赠U-Bike站和车辆 打造北市绿运输低碳的城市交通环境 企业捐赠U-Bike在内湖瑞光路3-1项设U-Bike站点 让民众在内湖港前捷运站与提顶大道二端之间 或周遭代步有了零碳运据选择 交通议题一直是施政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也是跟市民朋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一上任之后就希望能够改善台北市的交通 所以我们现在推动人本交通以人为本 那方面我们希望整体提升论运输的使用率 所以U-Bike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想我们在一上任也在持续的沟通研究 怎么样能够让民众有更好的使用体验 同样的也能够增加整体论运输的使用率 所以包括去年我们就已经增加了3280辆U-Bike 另外今年预计会增加6000辆 投资里面透过数据的分析 把这些增加的车辆投在真正需要的站点上面 光是去年那一颗我们U-Bike站点就增加了一倍 原本20站增加了42站 所以也谢谢我们在地的议员 民签议员魏景臣里长的协助 所以这一次的捐赠所捐赠的U-Bike 我们也会把它投放好像是在瑞光路316下 也谢谢里长的帮忙 那另一方面我们接下来在预算通过之后 也会对外宣布我们U-Bike前三分免费正式实施的日期 那我想届时我们也会持续的收集各方的意见跟反馈 让整个使用上面是你的体验会更好 我想U-Bike它是整个日运输最重要的一开始的第一里路 也会是最后一里路 所以我们在衔接各项公共运输上面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除了市府端 除了我们增加U-Bike的车辆量数设站的站点以外 我们也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 也谢谢企业愿意捐赠我们U-Bike站 另一方面也非常感谢我们内科协会 跟我们市府合作推动内科交通运输结合ESG推广计划 也就是跟优卡公司合作 然后呢我们提供探除机的计算平台 以及ESG报告的认证 让鼓励内科的企业员工使用的运输 然后呢就可以让企业在ESG的报告里面有更好的分数跟表现 我想这样子带动一个正向循环 让大家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所以在这边我要再次的感谢内科协会 也谢谢我们陈启荣董事长 还有在地明显议员为里长的帮忙 我想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示范开始 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可以响应 一起加入我们夜市推广计划 以及可以协助我们在提供U-bike使用上面 不管是U-bike的量数 提供我们设斩的站点 让它的部件更加的完善 使用者体验更好 绿能的脚踏车来讲 对我们的环保是相当的有帮助的 那我个人是抛装营运的方式 来希望大家共襄盛举 来促成这一段绿能的产业 交通局说明 112年内科交通绿运输结合ESG推广计划 预计辅到61家内科企业 其中11家企业执行ESG报告 计算员工通勤碳排量 其中鼓励员工使用U-bike也是重要的一环 交通局在112年 将内科U-bike站倍增1倍 既有的20站加至42站 使用U-bike人数成长约4成 另外也鼓励内科企业共享盛举 捐赠U-bike站 透过公司合作增加租借站可及性 U-bike前参数免费 我们一上完之后就持续的在沟通规划 那我们也会在议算 省益告一段落之后 会正式对外宣布 那其实我们对于现在 U-bike前参数免费的政策 我们也持续的希望 未来能够让民众有更方便的借车 能够提供更好的运输环境 所以去年我们已经增加了 三千两百八十辆的U-bike 今年预计会再增加六千辆 届时我们希望能够让民众有更好的借车使用 的体验 另一方面 内科在过去这一年 我们也增加了 U-bike站 从原本二十站 增加到四十二站 另外 我们平均的每日使用次数的量 也增加了四成 也就全面提升整个U-bike 律运输的使用率 那当然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 就是很多民间企业 员工使用U-bike以及相关的运输 跟业用卡公司合作 然后我们提供包括探足机 以及盘牌的计算平台 以及1月7报告的认证 然后让企业有诱因 未来他们在1月7报告里面 会得到更好的分数跟成绩 加工局期盼社会各界共享盛举捐赠U-bike站 向捐赠者可以在台北市政府市民服务大平台 网站线上申请 由交通局办理现刊确认后 由公共自行车经营厂商 完成设站、围管及后续引运 一同打造台北绿运输低碳的城市交通环境 记者问郡台北报告 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外船有多达15个县市的高阶警官将有所异动 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 警戒轮调行之有年 因为有高阶警官退休 因此进行全盘的职务调整 与之前担任金融市长时的随护相见欢 内政部长林佑昌证实 选后将有多个县市的高阶警官移动 主要是因为1月16号将有高阶警官退休 加上警戒轮调行之有年 因此进行全盘的警官调整 让警政工作推动更加顺畅 这个警察的一个轮动是每年 这个过去都行之有年 所以过去大概每年会在1月份跟7月份的时候 会进行人事的一个调动 那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 因为去年年初有进行过一次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调动 所以在去年7月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进行人事的一个调整 那在今年1月16号有这个 我们的高阶的一个警官要退休 那所以人力上面还有人事上面 的确有必要要进行相关的一个 这个临选跟地步 我想这是为了整个警政工作推动的一个顺畅 林佑昌表示 他上任后针对警警加急 还有加班费用进行了很大的改革 超乎外界的预期 另外包括远景背景空间的改善 以及装备的提升也持续进行 其中远景装备在未来将投入25亿元更新 让警察装备跟上时代 打击犯罪更有利 才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这几年政府也已经花了大笔的一个预算跟经费 来这个进行远景背景空间的一个整修 在之前三年其实已经花了十几亿 那在明年呢 也有1.7亿的一个经费 要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理 那此外就是远景的一个装备的部分 在未来的这一两年 也有非常大的一个革新跟投入 我们大概会投入25亿元 来更新我们这个警察同仁的相关的一个装备 那公寓散其事 必先立其器 侦查犯罪打击犯罪 一定要让警察的装备能够更得上时代 那才能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记者张琴辰台北报道 台北灯节2月2号灯场迎接龙年新气象 各大企业友好城市以及学校协力打造多元灯式 福星国小学生们发挥想象力彩绘灯笼 到时候将有近千颗灯笼 在灯节周边提供民众欣赏 同时传承传统的灯笼记忆跟文化 熊赞跟着福星国小学生们一同彩绘灯笼 要为今年的台北灯节装点多元灯式 同时也学习传统灯笼的记忆与元宵文化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大家展现自己的画画技术 然后让大家看到自己的作品 然后让大家欣赏 我画了一些海洋里的生物 还有一些音符啊 然后星星还有一些气球 我画的是那个龙 然后因为我画龙 然后因为那个快要 因为已经龙年了 所以我画一只还可以的龙 然后上面的装饰我是画灵片 因为跟龙有关 就会感觉让大家看到可以很壮观 然后这样可以欣赏自己的作品 你喜欢灯节吗 喜欢 就是很多灯很好看很漂亮 我们这次指导学生呢 参与这个灯节的创作有三个重要的元素 首先是福星的英文字 还有福星的中文字 因为西门丁这边有很多那个涂鸦墙 那其实都是用文字作为那个图像的表现 所以我们让孩子把文字也放入画中 然后福星中文加英文 让他自己对于学校的那个认同感 还有图像的那个结合在里头 那我们在以今年的龙年图像 作为三个主要的主视觉的要素 那这个灯是熊站的灯 因为熊站立临 所以我们为了熊站呢 也创作了熊站的灯 然后台北还有福星 一起来庆祝这个灯节 因为我们孩子 我们学校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台北市的 最早发展的一个城区 那现在的孩子对台北的历史 其实不太了解 我们就藉由这样的课程 把龙年跟台北 这个整个台北古城区的这个 有关一些相关的历史 然后在课堂上让孩子知道 有孩子们藉由这样的一个内涵 去做一个创作 我想孩子会更认同他们 所出生跟成长的这个地方 2024台北灯节 即将在2月2号开展 分阶段方式进行 灯区包括捷运西门站 至捷运北门站 真华路一段周边 多个场地规划主题灯式 观环境系列活动 其中福星国小小朋友的灯笼 会集结在龙腾四海灯组区 打造灯笼隧道 也装点周围天桥公民中心上 希望祥荣带领到台北市来 带领大家怎样呢 一起大步卖钱对不对 然后带来新的希望 那真的不容易 而且我们学在哪里 西门 西门这个地区是台北历史 保留多元文化最多的地方 包括融入都在这边 多元文化融入都在这边 刚才我听下来讲说 美术馆在这边 很多的学生博馆在这边 很多的历史的古迹都在这边 非常有它的意义 刚好我们今年是建成几周年 各位知道吗 建成140周年 刚好办这样的活动 非常有意义在西门这个地方 哇我们希望能带来一个 新的气象这样子 哇真的是蛮好的地方 那今年呢 刚好小朋友的彩绘 你们彩绘 会不会在这边展出 会不会 一定会在这边展出 希望说我们小朋友 我刚才看了小朋友 不怕做 非常比我画得还好 比我画得还好 这倒不容易 所以给自己掌声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进度十年的台北中间 顺利圆满成功 非常荣幸受观传局的邀请 然后加害局的指导 我们跟西门国小合作 让我们的孩子 来创作属于龙年的灯笼 我们孩子非常期待 我们把它放进课程 孩子在这段时间 你一个人很认真的 创作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灯笼 我们也希望这个灯笼呢 在整个福星跟西门 这个大的展区呢 可以为未来的英年 带来更多的希望 让孩子们自己的创作 可以被看见 培养孩子更多的自信 小朋友对传统文化的创意 与热情 都显现在创作灯笼上 擁有百年历史的福星国校 就在西区 长期培养学生美感 用艺术实现想象 也提前感受元宵氛围 台湾人喜欢喝咖啡 根据统计 平均每人每年喝掉 一百二十二杯的咖啡 为了让国人喝到好咖啡 并且帮助友邦瓜地马拉 台糖引进中南美咖啡豆 推出台糖高地小浓 安提瓜咖啡 让民众可以品尝到 带有甜莓果香 以及奶油坚果香气的精品咖啡 一杯香醇的咖啡 唤起许多民众一天的开始 为帮助友邦瓜地马拉小农 并回馈当地偏乡 台糖以评价的精品 香醇的工艺 推出台糖高地小农 安提瓜咖啡 让咖啡不止飘香 更能跨海宋爱 瓜地马拉的咖啡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质 那么除了他独有的这个 微气候以外 这个高地 另外最特别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 我们台糖为什么会进口 瓜地马拉的咖啡 第一个在安提瓜的部分 他是瓜果的八大产区之一 那么也是我们台糖进口 非常难得的就是 具有雨林的认证 那么台糖进口的这个 瓜地马拉的安提瓜咖啡 也是属于单一产区 也不是像一般我们市面上 有一些是混沌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特点 台糖基本上我们是一个国营事业 那么富有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对中美洲瓜地马拉 是一个邦交国 我们非常非常的关心 除了说台糖进一级之力 进口这个砂糖以外 在咖啡豆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瓜地马拉的咖啡豆 在台湾的这个来源国里面 它是第五大 那我们台糖从去年开始 进口这个瓜地马拉 高地小农 那么总共有61位的这个小农 我们就是从安提瓜来进口 那么这个部分 台糖基于这个社会公益 我们会从收益里面 会提拨一部分 来帮助瓜地马拉 在偏乡地方兴建学校 也就是说台糖希望能够 除了我们砂糖以外 在咖啡的进口 也能够帮助瓜地马拉 偏乡的学校 让这个我们瓜国的经济 在这个弱势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在小孩子上学也好 我们台糖都能够尽一级之力 请起动 瓜地马拉大使巴迪亚 以及经济部政务次长曾文生 外交部常务次长陈立国等贵宾 都出席上市记者会 并大力推荐安提瓜咖啡 希望集结各界力量 堆砌友邦小农 与小朋友的无限未来 台湾有非常多坚定的友邦 实际上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对台湾有非常多强烈的支持 那友谊是互相的 友谊是互相的 台湾一年的咖啡的消费量 非常非常的惊人 那在这个惊人的消费量里面 我们能够有效的展现出我们的友谊 甚至以台湾这样子国营公司的身份 在瓜里马拉能够捐助一部分的营收 来新建小学 事实上 这个是我们台湾人 对于我们的朋友 一个最好的友善的表现 那除了台湾公司今天会把这个产品上市以外 其实在座各位我相信很多人已经都喝过这个咖啡 只是你不知道 那个大家如果曾经在高铁上喝过咖啡的话 请大家记得每个月1号到7号 台湾高铁上面提供的咖啡 就是瓜里马拉的安提瓜咖啡 记得可以跟台湾直接买 接下来同路里面你都会看到那个包装 那个就是台湾要新上市的咖啡 我也喝过瓜里马拉咖啡 我去过安提瓜三次 所以跟各位挂保证 外交部特别在这个场合 包括我们的杨董本身 我们曾市长本身 巴迪亚大使三位一体 来跟各位认证 这个雨离认证以外 还加上我们所有的政府部门 还加上我们各位曾经尝试过 喝过瓜里马拉安提瓜 这样一个高地小同咖啡的朋友们 都可以一起参加 我们今天这样的活动来认证说 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 尤其是因为 对我们友邦超过90点 邦尼的瓜地马拉 他们即将在1月 actually14号 就要有他们的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所以我们的确在这个场合 用这样的方式 来庆祝双方超过90点的邦尼 的确别具意义 由于瓜地马拉 擁有肥沃火山灰土壤 农场位在高海拔 纯净无污染 适合栽种咖啡树 其中安提瓜咖啡豆 带有甜莓果香 与奶油坚果香气 风味大受好评 海拔越高 温差越大 甜度越高 就好像水蜜桃一样 所以我们的豆 是非常的甜的 那甜的豆 跟一般的豆 有什么不一样 甜的豆可以做到浅培 浅培会回甘 有点带酸 各位 我们如果说用浅培的话 有很多人不敢喝酸的 所以我们用冬培来做 所做出来的呢 就是各位喝到的味道 高铁的部分呢 是深一点点 用到成本的考量 但是所喝的都是同一个 高地小农精品咖啡 而且是偏香的 我们需要帮助他的 我们并没有透过任何的协会 任何的经销商 盘商 貿易商 这一些 来做分润掉了以后 才拿到豆 我们是直接跟小农接洽 我们的国际贸易组 直接接洽 台糖安迪瓜咖啡 在台糖各营业据典 及各大量饭超市 都可以买到精品 及绿瓜咖啡 及半磅豆咖啡 民众在品尝香醇咖啡 还能将爱心散播到友邦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为了促进轻盈交流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 跟大同大学合作 开设地区关怀与生命实践课程 让长者跟学生共组 阿卡贝拉轻盈合唱团 促进互相的沟通 了解跟合作 并且在专业乐团老师指导下 感受歌唱的美好 由长者与学生共组的阿卡贝拉轻盈合唱团 演唱动人的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 以及《悠扬》 《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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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們的學習精神很值得我們效仿 因為就是唱歌這種東西 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唱得不好聽 就不敢唱 可是就是大哥大姐 他們就是老師說什麼就唱 然後就算唱不好 他們還是會努力的去學 就是不會害怕這樣 所以我覺得有他們反而 我們學得會比較快 第一堂課的時候 有一起互動 就是互相講對方最什麼 這不是做過最勇敢的事情嗎 對 然後就稍微溝通一下 稍微聊天 很好玩 然後跟大哥大姐一起上課 我覺得很開心 這些年輕人比我兒子 我有兩個兒子 他們比我兒子都還小很多 跟他們比起來可能都還差個十幾歲 不過我覺得 他們算是相當相當不錯 他們基本上 我在很多地方 不是說很多地方 有的時候會碰到一些 不喜歡跟老人家相處的 但是我們這一次的情況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是非常友善 可以說用英文來講就是 非常友善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蠻好的 阿卡貝拉是以無伴奏的方式進行合唱 在沒有樂器的伴奏下 團員必須打開耳朵 聆聽彼此的聲音 在不斷的練習下 讓歌唱跨越年齡 展現豐富美聲 因為原本會覺得是說 大家可能會有 可能節奏上會比較有跟不上問題 可是其實發現 其實跟比較年長的 獎輩一起唱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棒的事 他們會蠻 回家會蠻願意練習 就是每次來的時候會聽得到說 下次 節奏上也有進步 然後每次跟得上都會跟得上 就是聽感上會覺得 其實越唱越來越好 然後其實在 就跟阿卡貝拉一樣 就是在練習唱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每一個聲部 共同之間的協調性 那彼此有沒有打開耳朵 去聽彼此聲部之間的平衡 那大家彼此在唱主唱的時候 每個人聽感上是有出來的 所以其實在一個 我要換你唱主唱 OK 然後現在又換我唱Baking 這個過程中 其實就是互相配合 跟合作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NEO本身也是做節奏 所以在打節奏的時候 這個合作的過程中 我自己本身也會很有感 就是其實在協調性上 跟一起在做這件事情上 那他們其實不會到說 會比較緩慢的開始 反而是他們會透過更多的練習 來讓就是 雖然年齡層會比較廣泛 但是合作起來上 其實是舒服的 其實我覺得唱歌 是對人來說 是最輕便的一個樂器 然後不論年紀 男女老少 大家都是只要 只要有辦法發出聲音 他都可以唱歌 那阿卡貝拉相對 有點難 但又比較簡單 就是他是一群人 可以聚在一起合唱 那我覺得 對於長輩來說 會是一個蠻難得的體驗 可以這麼多人同時一起唱歌 然後去挑戰上不同的聲部 包括我覺得 其實對 有一定年紀的人來說 唱歌是一件體力活 對 那他們可以透過這些歌唱的訓練 包括我們有做一些發聲 呼吸 然後都去讓自己的身體 可以更加的 去收支每一塊肌肉部分的運用 我覺得其實算是一種運動 我一開始很擔心 然後會覺得 大家好像很需要幫忙 但我大概到第二堂 第三堂的時候發現 我如果把他們打散 因為一開始就是你知道 大家剛認識會有點陌生不熟 那長輩都是自己做一圈圈 然後同學們自己做一圈圈 但我發現當我把他們放在那裡的時候 他們竟然自主地開始互相幫忙 大同健康服務中心希望用歌唱的方式 幫助長者訓練記憶力 強化肺部功能 並且延緩失能的發聲 112年9到11月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與大同大學台北婚禮健康大學 共同辦理了Alcabella 親吟合唱團 提供更多的社交活動與學習的機會 幫助長者保持社交聯繫與參與感 增加身體的活動量和認知刺激 運用歌唱的方式 幫助長者記憶力訓練 口腔吞咽功能訓練 強化肺部功能 達到延緩老化及預防失能的目的 在學生的部分 提升對老化的認知 與促進正向對待長者的態度 反轉年輕時代對長者的刻板印象 建立關懷的能力 以及涵养服務醫院 透過親吟合唱 不僅打破年齡的隔阂 增進長者與年輕人的互動 也用歌聲豐富彼此的生活 高齡有散在大洞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 什麼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塑膠做的 多吃這種瓜 和癌症說拜拜 全世界瘋傳的驚人事件 看到這些誇張的標題 您有什麼感覺呢 會因為好奇而點進去一探究竟嗎 還是已經知道這是毫無意義的農場文 現在我們就帶您來理解 假新聞的下標題技巧教您聰明判決 一 文章標題有誇大的聲明 像是你不會相信即將發生的事 假的 二 出現奇怪或不尋常的動畫 通常都是騙職一場 假的 三 跳出輕鬆賺錢等文字 絕大部分是詐騙 假的 四 出現不常見的影像 例如疾病 扭曲罩等 這是騙點擊率 假的 五 常見罐頭用語 像是百萬人公傳 大家都驚呆了 簡直太神樂的 一樣是假的 這些聳動的標題 就是希望閱讀者能點擊 點進去後的錯誤資訊 會造成民眾對虛假內容的信任或價值判斷錯誤 因此我們要牢記 一看 二庭 三想 讓誇大的新聞標題 不再影響我們的閱聽品質 中家集團關心您 台北市萬福國小六年級學生來到城市中的萬聖西華州 透過觀察跟理靜感受大自然犀利 小朋友邊玩邊學習 每個人都非常高興 上下獨木舟操獎前進 後退轉彎 萬福國小小朋友們滑著獨木舟 用眼睛觀察水的顏色 聞水的味道 並在船上進行向萬聖西的禮靜活動 感受大自然犀利 因為第一次體驗 那滑船的心情怎麼樣 很怕撞到 很怕那個磕槍會壞掉 然後我們會翻船 一開始覺得水很拉 可是後來就是看著水很拉 水很拉 水很拉 最困難就是那個轉彎的地方 而且還有撞到一點點的時候就對了 撞到一點點 我們還撞到一點點 我們剛才撞到一點點 我們還撞到一點點 撞到一點點 撞到一點點 那開心嗎 開心 每一屆的畢業班來做設計的課程 那之前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去年的疫情緩解之後呢 去年也幫我們的畢業生 辦這樣的一個戶外教育的體驗活動 我們的學校老師啊 這個陳月和老師 副美林老師 還有我們像小婷老師 以及我們教廚 以及過去林江台主任 現在的鄉村英主任 他們對這個畢業班的學生的學習啊 是投入很多的心力 那我們是希望給孩子啊 在畢業之前啊 他可以跟其他同學說 我跟別的小朋友不一樣的體驗 尤其現在戶外教育啊 是非常重要 怎麼樣讓孩子在戶外裡面 學習到他怎麼跟別人合作 怎麼樣去認識這個環境 怎麼樣甚至愛護環境 其實我們這一次的戶外教育體驗活動啊 華洲是一個重點 那為了這個華洲來到萬聖溪 進行這樣的一個 禮靜山林河川的活動啊 我們待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還想要給孩子們去做一次 對這個山林的禮靜 那我們也會例行現在環境永續啊 大家愛護地球這樣的行動 來照顧我們的周遭環境 所以這個課程對學生來講 我們是希望透過六年級 這樣的一個戶外教育活動 讓孩子把平常課程所所學的 能夠應用到他的生活當中 在城市中的小溪華洲 彷彿進入世外桃園 孩子們興奮不已 不同於教室課本知識 來到戶外學習的是尊敬大自然 史作經驗 溫山區萬和里禮炸 吳作榮也帶著志工們幫忙完成活動 盼小朋友們能在戶外玩得開心有安全 萬和國小本身是非常重視環境教育的一個學校 所以說我們後來就一直延續了這個工作 那也希望讓小朋友能夠多接觸一些戶外的這個活動 然後讓他們增長一些見識 這個是在這個教堂裡面 沒辦法這個吸收的 沒辦法收穫的 所以說學校方面一直非常地從事這方面的功能 希望這個小朋友能夠在成長的過程 能夠獲得更多的這個自然環境的知識 那所以說萬和國小是這些師生是非常有福氣的 老師帶領著學生步行到寶藏岩碼頭 在岸上做水上滑舟課程 還有生態觀察與文史導覽 期盼給六年級生帶來不一樣的學習體驗 一起製造畢業前的珍貴回憶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伊甸基金會舉辦第十屆無障礙生活節 特別設置障礙體驗關卡 工藝大使莎莎搶先開箱展場 除了坐上輪椅體驗輪椅使用者的不方便 也戴上眼罩感受在黑暗中行走 伊甸基金會希望透過展覽 讓民眾了解無障礙以及友善環境的重要 工藝大使莎莎坐在輪椅上滑下緩坡 就讓她嚇得娃娃大叫 接著還得跨越障礙物 將輪椅倒車 或是經過凹凸不平的路面 每一項關卡都是輪椅族在路上必經的挑戰 平常我走路覺得真的是小山坡 當你坐上輪椅之後 那是一個大山丘 就是你過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想要助跑再往前衝的感覺 但又覺得好像力氣太大 而且我剛才微微往後助跑也過不去 太難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有時候適時的伸出手 真的可以幫助到他們很多 像剛剛我真的過不去 小幫手幫我推了一下我就過去了 所以真的需要大家的幫忙 除了坐上輪椅 體驗輪椅族的不便 莎莎也戴上眼罩 感受眼前的黑暗 同時在精神疾病經驗者的真實告白文字中 認識在社會中的各種需求 我覺得輪椅跟那個視障那一部分都很可怕 你會有一種覺得怎麼辦 我現在要去哪裡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控制我的身體 明明這是平常我很OK啊 但我都沒辦法了 好難喔 然後當眼睛全部被蒙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旁邊聲音好清楚喔 你會點點小好聲音 你會覺得什麼很可怕的事情要發生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地方都很值得大家來體驗一下 然後感受到生長朋友需要幫忙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常常我們都會呼籲大家一起來做愛心 但我覺得這個想法可以稍微改變一下 我覺得這是所有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面的人 應該想我的福利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這個為什麼要這樣 那個為什麼要這樣 但當你來到我們這邊好好體驗之後 你就發現那對他們來說有非常重要的一個意義在 有時候你要親身體驗才知道 這是大家所需要的 不要覺得這是特別為了別人做什麼事情 為了讓民眾了解無障礙及有向環境的重要性 伊甸基金會舉辦第十屆無障礙生活節 展覽內容包含十年回顧障礙體驗關卡 以及舞台表演等 呈現社會多元需求及樣貌 伊甸基金會辦無障礙生活節已經十年了 十年來講其實是延續伊甸一直在生臟議題的倡議行 只是以前的形態跟現在的形態有點不一樣 但是我們希望說很多人看著所謂的 生意在愛者或者弱勢者的時候 不要用可憐而看 而是應該用一個平權人權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以至於對他們來講會有更多的尊重跟更多的幫助 十一住行來講生活上其實都會有些障礙 但這個障礙必須要體會去看 那我們今天在捷運這站來做 其實我們當時就想的是個行動的不存無障礙 行動無障礙也比較是外顯的 比較容易被看見 其實我們也去過一些國外 其實台灣的生意在愛者 其實在出現率比一般國外還高 其實是應該說台灣的無障礙環境是越來越好 就包括我剛剛說 因為台灣的捷運不是這麼早蓋 大概1996年才開始 1996年開始來講在設計的時候 伊甸基金會就以身障人權的角度有介入這件事情 以至於整個的捷運網起來之後 聲音障礙所變成搭乘就變得很方便 這是這樣 那平常來講日常來講當然也還是有很多的障礙 但這個就必須要大家能夠細相體會互相的幫助 伊甸基金會第十屆無障礙生活節即日起至11月19日 在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陽光大廳盛大展出 除了有障礙體驗無障礙檢測讓民眾切身感受 也有身障職人帶來手作及攤位市集邀請民眾一同來體驗 記者李錫慧台北報導 工筆書畫家陳立雪從事藝術創作超過50年 今年逝逢70大壽在國父紀念館一仙一郎舉辦各展 而喜愛歌仔戲的她還將聖誕角色刻畫得栩栩如生 呈現細膩雅致的美感 細膩的工筆將孔雀及各類青鳥的羽毛描繪得斑斓絢麗 而人物化則是展現出古典侍女後宮嘉莉的柔美姿態 還有歌仔戲的聖誕角色在她筆下也都栩栩如生 讓人感受到陳立雪對自然生態及人文情懷的深刻領悟 我們台灣的特有鳥類 真情義類 像帝智 藍富賢 環景智等等 他們都是很稀有的 但是在深山才看得到 所以我也利用畫作來表達 對台灣這個土地對這些真景義壽的推廣 也是說把他們的美呈現出來 那人物化部分 因為我從小喜歡看歌仔戲 所以我也畫了歌仔戲的人物 畫我所愛是我最主要的作畫的理念 所以我也畫我的愛孫 我五個孫子都在我的畫作裡面 同時也有仿古畫 那歡迎大家對書畫有興趣的朋友們能夠歷臨 陳立雪從事工筆書畫創作超過五十年 今年適逢七十大壽 特別舉辦書畫各展 畫作中的愛孫還有陳立雪的友人都到場祝賀 旗袍愛心協會的嘉莉們更帶來精彩的旗袍走秀 為展場增添光彩 立雪老師她是一個個性非常的好 而且就誠誠懇待人 那麼可以看她的家庭生活非常的幸福 所以她的畫作裡面有她的家庭生活 跟家庭的互動 孫輩的互動 也看得見她的家養一些動物啊或什麼 我覺得她的繪畫就是她的生活 然後她喜歡歌仔戲 所以她也把歌仔戲畫進去 所以對畫來說 對她來說應該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很辛苦的畫工筆畫 但是卻樂在其中 人家說以文會有 我們是以畫會有 以書法會有 那就認識了很多的藝文界的朋友 我們除了在國內展出 也經常到大陸去交流 我們的作品跟大陸的還是有一些 區別啦 書法的內容啦 書法的方法 寫作的那個技巧都不一樣 那就是大家借這個 書畫來做交流 如墨傳新2023陳麗雪 書畫各展 即日起到11月26號 在國父紀念館三樓一仙一郎展出 歡迎對書畫有興趣的民眾前往參觀 感受公筆書畫細膩雅致的美感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看到一格格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盒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盒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盒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影視產業 您好歡迎收看中家新聞我是吳俊松 機動市新一區民生世界社區的自來水管經常破管 長期有供水問題經過立委蔡適應 市政顧問陳東才以及市議員陳軍佐協助 在市場下終於在這個月舉行開工動土儀式 現有的500戶住戶每戶只要負擔1萬元左右費用 未來將不再繳交高額漏水水費 也能夠解除社區長期漏水 可能導致地基掏空的疑慮 今天是我們民生世界要換這個治療水管 就是治療水管的那個動土典禮 我們祈求我們眾神明能夠保養今天 能夠開工圓滿 在市議員陳軍佐 立委蔡適應服務處執行長 陳東才及社區管委會 共同上鄉駐島下 民生世界社區高地供水改善工程 正式動工 我們社區從82年到現在 目前差不多將近30年 那漏水的話 是從差不多七八年前到現在 每個月差不多一起將近800塊吧 我也怕會土石流 然後就是每個月流那麼多水 我也覺得真的是造成資源的流失 市議區民生世界社區長年漏水嚴重 立委蔡適應爭取高地供水改善工程 前年10月和自來水公司簽約 讓社區內的老舊管線 能夠一次汰換 解決漏水問題 111年的3月24號 管委會找蔡適應辦公室 那蔡適應就派我 我是派他服務處的執行長 還有那個時候軍佐當好 是當市長的秘書 我們就請市長那邊也幫忙 那蔡適應這邊也幫忙 那個經濟服水育署那邊 爭取了60%的預算 所以包括市政府的預算 這個是80%的預算 社區是要出20%的預算 所以這個工程才能如期來施工 社區漏水問題總算能夠解決 讓長期奔走協調的市議員陳軍佐 終於等到開工動土 每兩個月繳一次水費嘛 那幾乎都是破1500以上 那兩個人用水 其實我家兩個人用 三個人用水也不過兩個月才500塊而已 那民生社區的住戶 1500以上 2000出都有 因為有兩個人 三個人四個人 對 那這個發現的問題已經很久 其實軍佐在當林油昌市長秘書的時候 就有跟林油昌市長報告過 那林油昌市長在任內的時候 也有編預算支持民生社區 那這筆預算也有保留下來 這邊管委會有中斷一陣子 那110年才成立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 因為管委會成立我們才可以跟自來水申請 那於是就拜託蔡司運服務處去跟自來水公司協調 我協調至少五次以上 那跑自來水公司也跑了 喔 第一管理術跑了 喔 很多次了 假如說今天沒有進來水公的話 每一戶 兩個月的水會大概要1500 這個很怕的 漏得很嚴重 所以今天那個真的 包括管委會的這些住戶也好 我們的主委也好 還有這些委員 大家都很感謝我們蔡司運辦公室 還有我們林油昌市長 包括我們的陳軍佐秘書 這樣子來協助 今天才有辦法來開工 社區老舊管縣一次汰換 市議員陳軍佐 執行長陳冬才 和社區管委會一同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期盼未來工程能夠順利進行 讓民生世界社區不再漏水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信義區民生世界社區漏水問題 渴望解決 中央及市政府補助的高地供水改善工程正式動工 市議員韓世玉特別到現場關心施工情形 針對施工期間可能短暫停水問題 以及農曆春節期間 能不能施工 韓世玉協調包商 希望能夠降低對社區民眾的不方便 外手機具一早就進入開挖 民生世界社區高地供水改善工程正式動工 大口徑的管線陸續吊起 在包商員協助下準備進行管線埋設工作 我們現在是挖原來的既有管線 既有管線 我要把它的既有管線 給它挖出來找出來 那挖出來找出來以後 把它頭接起來以後 我才能把這個管線慢慢把它接出去 這樣子 民生世界社區長期漏水問題 終於渴望解決爭取改善的市議員 韓世玉特別前往社區後方 關心工程進度 民生社區其實長情性的漏水 是已經漏得非常久了一段時間 從韓前議員到現任的市議 一直都在努力的推動 我們水管可以做一個代管 更新的這個市議 那當然政策是延續的 我們要感謝我們謝國王市府團隊 那沒有呢 他呢 趕快的做一個撥款的動作的話 後續的話 也沒有辦法那麼快的可以進行 那當然 在這個施工的過程當中呢 一定會有難免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那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要趕快來解決 如同呢跟之前一樣 那只要呢 我們可以把漏水的問題解決 第一個就是 減少我們大家所額外所花費的 這個水資源的費用 大家也算花費的 這樣水 水現在就不用煩惱說 你做的水就不用煩惱說 又漏了 現在漏的時候外面的 對 我們家裡是我們自己負責 這個漏的 政府給我們解決 水中給我們解決 由於目前市座範圍 在外圍的管線鋪設 預計10天左右 將進入家戶門前接管 針對工程期間 可能造成短暫停水現象 市議員韓世玉特別協調包商 希望能夠減少對民眾普遍 停水的話我們會預先告知 住戶會 請他們有水塔的話 請他備水 先備水 對 如果說施工期間的話 有缺水的部分的話 當然它是短暫性的停水 我們也知道說 我們商道坑這邊 有的時候可能會有 重大型的停水 剛剛施工方也有講到說 我們會依照程序 儘速的叫水車 趕快來做一個處置 所以一旦有發生停水的情勢 大家都不要客氣 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隨時交代市域 韓世玉強調 未來工程改善之後 社區住戶的用水 將獲得保障 未來有爆管或者水壓不足問題 都由自來水公司維修 而面對即將到來的農曆春節 包商強調 春節期間不會施工 會盡量縮短工期 讓工程早日完工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對於小愛爸爸基隆市長 謝國良積極打造室內兒童樂園 家長跟小朋友都非常的支持 謝國良表示 目前已經有四座 室內兒童樂園開幕 今年還會持續打造 讓基隆市七個區 都有室內兒童樂園 未來也將規劃即將活動 來串連七座室內兒童樂園 面對全場的小朋友跟家長 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 最喜歡互動的話題 就是基隆特有的室內兒童樂園 小朋友的回應都相當熱烈 小愛爸爸想問一下 小愛爸爸從去年開始 我們就弄了一些兒童樂園 在信義兒童樂園 在七度的兒童樂園 那今年開始又有了 中正跟中三的兒童樂園 有去過這些兒童樂園的舉手 看一下好不好 好多都有去過了 好 首先放下來 中正兒童樂園有炮台 然後這個中山兒童樂園 還有旋轉木馬喔 這是最新才開的 有去過現在換了 有去過中正或中山 就是看過那個旋轉木馬的同學 舉手看一下好不好 這麼多已經去了 那你們喜歡嗎 喜歡 OK OK 你們是大班喔 你們要趕快玩 因為那個小愛是我女兒 是大你們一年 她現在慢慢不想玩這些地方了 所以你們趁大班的時候 趕快玩得開心一點 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說 今年度將會全力完成全市七個區的室內兒童樂園 等每區的室內兒童樂園完成後 也預計規劃相關的活動 來串聯七座兒童樂園 那我們今年還有三座要來開幕 等開幕了 小愛爸爸再帶大家一起玩 好不好 然後我還想推 就是等七個都玩過的 我們還可以集遊 我今年要做這個計畫 七個都玩過的 我們七個就給你蓋一個小印章喔 然後等到七個印章都蓋了 再送一個小禮物給大家 好不好 市長謝國良希望 透過各種系列的活動 帶動親子之間更多的快樂互動 讓基隆充滿溫暖的童年回憶 來打造亞洲最有愛的城市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怎麼喝茶也是一門學問喔 基隆社區大學開辦豐富的學習課程 其中的生活茶藝課帶領學員 從認識茶的種類到如何泡茶 健康的喝茶 讓大家深入認識茶文化 將滾水緩緩倒進茶葉中開始泡茶 基隆社區大學這堂生活茶藝課 結合室內與戶外的課程特色 帶領學員深入體驗歷史悠久的茶文化 我們這個社大的生活茶藝課來講的話 就是會有介紹我們茶具的部分 然後會介紹茶的種類 然後怎麼去把每一種茶都泡好 那而且我們可以在譬如說 比較好的時間點去喝茶 對身體也會更好 那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會讓學員變成說就是一個茶席 那也可以提升每個人的人文 還有一個藝術方面的修養這樣子 我們會安排 比如說像我們曾經去南港啊 平陵啊這些茶葉博物館 然後去做參訪 然後課外教學的活動這樣子 茶藝課也很生活化 包括什麼時間點適合喝什麼茶 讓民眾學習健康的喝茶 對因為我們必須要認識什麼樣的茶品 那我都跟學員講說 譬如說我們早上的時候適合喝綠茶 因為它兒茶數最多 那最多來講的話就變成說 它會有提神的作用 對那如果說 反而覺得我比較不容易入睡的人 我們都到下午的時候 就避免不要喝綠茶 大概是這樣 然後晚上比較建議喝鐵觀音啊 老茶啦或補耳茶 對不影響睡眠 基隆社區大學動靜態課程豐富 老師們全力傾囊相授 社區大學鼓勵民眾 踴躍來加入終身學習的行列 記者黃志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快要農曆過年了 在基隆市議員張耿輝牽線下 為在七堵區的六堵慈縫宮 特地製贈白米 調味料 以及健康枕頭等生活物資 給友誼禮協助禮辦公室 製作社區關懷照顧 據點長者們的共餐餐盒 也受到友誼禮長消雪的由衷感謝 快要農曆過年了 在基隆市議員張耿輝牽線下 為在基隆市七堵區的六堵 慈縫宮 特地製贈白米 調味料 以及健康枕頭等生活物資 給七堵區友誼禮協助禮辦公室 製作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長者們的共餐餐盒 當農曆春節來臨 我想我們小禮長 介紹這一份由石方大德所供應的那些糧食 大米 我們調味料等等 相信他們做的會滿滿的窩心感 那對於他們這一些議題 個人代表名義再次的謝謝我們慈縫宮 還有我們的小禮長 慈縫宮也正在這位上西人士的懸處 然後正受了柳翼禮 這邊有白米 還有我們的醬油 還有石墨樹的枕頭 然後請禮長這邊帶回去 慈縫宮的愛心也受到 友誼禮長消雪的由衷感謝 做過張議員 我們來慈縫宮拿一些物資 像米 醬油 還有石墨樹 供給我們的有意義的身心障礙 獨居老人他們的需要 同時我們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一直做兩片共餐 每個禮拜 三 四 五 十個便當 所以我們感謝慈縫宮的善舉 我相信我們有毅力的禮儀 一定會感謝你們 我們很溫暖 謝謝你們 每到歲末年終之際 慈縫宮都會舉辦寒冬送暖活動 結合社會各界善信大德一起照顧弱勢 已經連續邁入第四十三個年頭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教華文衡 教華文衡 達一個心理 是我們會想做的 是我們對這番 對金山根 cru 大和海基塔 琢瓦 营养化碳终结者NACO奖提醒您 无碍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NACO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无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警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热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灵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